7月21日上午 前火箭少女101队长亚密发文透露 遭到公司恶语对待 并曝光了公司会议录音 老板徐明朝在没有亚密参与的公司会议上 对其外貌能力的方面进行人身攻击 引发热议 随后101成员杨超越 黄子涛张嘉妮等明星都站出来替亚密发声 据悉 徐明朝是凤凰传奇灵花的丈夫 也有搞不清楚状况的网友 以为凤凰传奇另一位成员曾义是灵花的老公 去他的微博评论区控诉 让曾义无故背上了黑锅 21日晚 徐明朝发抄文回应录音事件 喊话亚密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解约 实在没必要搞得这么惊天动地 还表示 也许有一天 亚密会为今天的行为后悔 趁他曝光录音一举时不择手段 22日凌晨 有网友发现 富凰传奇灵花 点赞了弟子老公徐明朝的微博 随后又取消 该微博写道 老板要真的觉得亚密路线有问题 有无数办法 可以和明星本人沟通 重新规划路线 老板当着他的面说 我相信你 背后各种弟子 说明着老板能力不行 人品更不行 闭谷娱乐 这里报道